托森式线滑差速器 取字英文 即扭矩感应 名字起得很炫苦 感应扭矩 它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托森差速器的结构 看上去很复杂 其实一共就那么三组零件 负责动力输入的外壳 和外壳连接的三组窝杆 还有两个窝轮 窝杆和窝轮的结构 我们在之前汽车车窗升降的时候讲过 它只允许窝杆带动窝轮转 窝轮并不能带动窝杆转 是一种单向传动装置 好 理解了这个东西 我们再来看这个结构 当车辆正常直线行驶时 外壳 窝杆 窝轮 可以看作一个整体 传动轴带动这个整体 外壳内部的所有部件都不工作 当车辆转弯时 左右轮会出现转速差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 在跑道里跑步 外圈的人跑的距离最长 内圈的人跑的距离最短 因此 当车辆转弯时 后轮就会出现转速差 当一个轮子转速快 一个轮子转速慢时 窝杆就会开始工作 因为每组窝杆 在外侧 还会在两端交汇齿轮 所以每组窝杆结构 是绑筋在一起的 假如其中一个轮子 出现转速快 那它就会带动 另外一个轮子转速慢 打个比方 右边轮子 现在的速度是101 左边的轮子速度 就要减1变成99 这样出来减速差 车辆才能比较顺滑的过弯 如果不明白 我们再来打个比方 托森差速器这个结构 相当于一个整体 但这个整体 又是两个个体抱在一起 这两个个体是没办法分头行动的 只能绑在一起 而且发动机 每次输入这个整体的能量 是固定的 所以 其中有一个人活干少了 那势必另一个人就得多干活 才能维持这个能量守恒 诶 就是因为这两个窝杆抱在一起 这个结构就无法单独出来算能量 所以 一个轮子转速快了 另一个转速肯定会变慢 这个是他们同时都在抓地 行驶时考虑的情况 那如何限滑呢 更加简单 当其中一个轮胎 遇到湿滑路面的时候 它使不上力 诶 因为它们是一个整体 扭矩分配就会自动分配到另外一个轮子上 使得劲儿越少 另一个轮子使得劲儿越多 其中关键 还是因为两个个体 看似是单独的 就因为窝杆抱在一起 而且窝轮没办法带动窝杆转 所以就导致了 车轮还没发生打滑之前 就把动力分配到另外一个轮子上 这其实就是托森这套差速器 最精髓的地方 别的差速器 一般都是先打滑了 再限滑 而托森是可以做到完全顺时的动力分配 有种用机械结构 做出来个人工智能一样 托森差速器 是一种完全自动纯机械式的线滑差速器 那纯机械的好处就是 非常可靠 前面也说了 因为是顺时分配动力的 所以遇到路况不好时 反应更加灵敏 动力所指分配也比较线性 但是由于托森差速器结构比较复杂 造价成本也相应更高 重量也稍重一些 不过 论越野性能 一定是比我们上期内容讲到的 冠状齿轮差速器要强一些 托森差速器还有两种变体 大致的思路是一样的 这也是求村的知识 感恩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